特别喜欢种花种植物的人会发现 最近呢我们去超市 有关种植方面的东西都变得贵起来 尤其啊是植物营养方面的 那么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窍门 就是鸡蛋 一分钱不花的鸡蛋却是植物最好的营养剂 我们把一个生鸡蛋放在花盆的最底部 然后埋上土 还像原来那样种植物 鸡蛋会慢慢的在土里腐化 这是最天然的方式来给植物施肥了 植物还像原来那样种进去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您会很快的就看到了它们的变化 放了鸡蛋营养液 您再看 过了些日子 它们就能长得这么茁壮 还有一个方式啊 就是用鸡蛋壳 下次再煮鸡蛋的时候 别把鸡蛋壳扔了 咱们废物利用 用它来种种子 滋润植物 也是最好的选择 煮好的鸡蛋呢 我们通常都是要扒皮 把皮包下来 就可以把包下来的皮放到土里了 但是呢更有效的方法是用这种 研磨器 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 捣蒜的这种捣蒜器 就像我们平常那样来捣蒜一样 来捣蒜鸡蛋壳 不一会儿 您就会看到 像我现在向大家展示的这样 捣成这么碎的小碎末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土中 我们放到植物的叶子 伸展开的土下 这个地方为最好 然后再轻轻地把周边的土 薄薄地埋上一层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蛋壳来做喷射营养剂 做饭的时候 把气质不要的生鸡蛋壳 留下来洗干净 接着我们泡在温水里 再把鸡蛋壳在太阳处晒一晒 消消毒 然后把它煮一煮 鸡蛋壳当中呢 含有很多的钙 蛋和磷酸 在水沸腾的时候 这些营养呢 就都进入水中了 煮一会儿呢 我们关火 然后晾凉它 完全冷却之后呢 我们再倒入到我们喷射的小瓶里 喷射瓶呢 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呢 是重喷雾形 一种呢 是轻薄喷雾形 像我的 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呢 就是重喷雾 也就是有管 有管道伸进底部的 这种喷雾器 喷出的水污比较大 还有一种呢 是没有吸管喷 插入的 那一种呢 就是喷雾比较浅 大家所看到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营养液 喷射到叶面上 您的植物 尤其这个叶面 会生长得非常茁壮 如果您觉得 我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